后面上可以看到红色岩浆喷涌宛如一整排的火喷泉 而周围还有大量的百叶弥漫 夏威夷大岛基拉维尔火山在当地时间10号下午3点多又喷发了 当局表示这一次喷发地点是在山顶的火山口 不过岩浆流的范围只在火山口底部不会造成立即的危险 由于夜晚的喷发更加明显且壮丽 吸引不少民众特地前来观看与拍照录影 事实上基拉维尔火山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继1月与6月之后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喷发 尽管当局表示并无力及危险 但也警告火山喷发释放的气体与火山颗粒 还是可能会影响到呼吸问题 尤其是在火山喷发后 美国地质调查局依旧将火山警戒提升至警告级别 这就代表火山还是有潜在的危机 同时航空颜色代码也改为红色 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也将对此继续进行检测 东西新闻国荣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导部 oulлав